我也很敬佩乐家老师 你敬佩了什么 你说了你敬佩了什么 真爱我勇敢的中国人 不想走过你 但是你绝对不可以欺骗他 并不是你说话语气越狠 你才越爱 所以我这次专门为你而来 他现在要带你走 你的意见是 不高vivo 智能手机 非洲无道 即将过去 尽其期待 欢迎来到江苏一世 不不高vivo 智能手机 非洲无人 如今主持人孟飞 欢迎收看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 不不高vivo 智能手机 非洲无人 大家好 我是孟飞 欢迎各位 欢迎你们来到现场 首先要说的是 今天是平安夜 祝大家圣诞快乐 每年的这个时候 可能对一些年轻朋友来说 他们更加感觉 这更像是情侣的节日 因为在这天晚上出去 你会看到那么多欢乐的人 都是成双成对的 这个时候你要是一个人 孤孤单单地出门 你可以想象那种感受 所以很多人在这一天 如果还单身的话 可能内心的那种感受 就特别的凄处 当然了 出去有些 也是社会一些 商业企业营造的 包括特别万恶的 就是那些餐馆 他那天晚上推出的 都是情侣两个人的 你要圣诞节晚上 你出门一个人吃饭 没关系 餐馆还提供另外一项服务 出租 吃饭对象 我们不鼓励这样的事 也就剩下可以叫外卖了 这和这种心情 我们可以理解啊 所以呢 有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今天晚上在家里边 看《非诚勿扰》 和我们大家 和在场这么多观众 我们一块欢乐 同时要做的事情是 痛定思痛 第二天早晨 一大早上我们 《非诚勿扰》的报名点 去报名 争取在明年的这个时候 不再孤单 有请今晚24位 美丽的单身女生 有请他们 黑人牙膏 送上清新一吻 让你亲亲最爱的人 双重薄荷的出众组合 激发冰凉 焕发清新 黑人双重薄荷牙膏 亲亲清新 我有我要求 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 有请他们 黑人牙膏 黑人牙膏 出众机 24位女生 欢迎你们 请亮灯 我们的奖励规定是 男嘉宾第一轮亮相 获得不低于22盏亮灯 牵手女嘉宾的一盖之后 她们都将获得 娃哈哈营养快线 幸福牵线提供的 爱情海之旅 女嘉宾将获得奥康鞋 特别提供的时尚水晶鞋 作为爱情纪念 我们也希望 所有的观众朋友 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 登陆《非诚勿扰》 在新浪上的官方微博 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和交流 做好准备 各位 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有请1号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大米 来自瑞士 今天27岁 今天是圣诞节 我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欢迎这位来自百合网的朋友 我是来自瑞士 瑞士 是艺名还是你的平常 真的是用这个真 这有两个原因 那个名字 第一个是我英文名字是 我说对面就是 又要想第二个就是 我说老鼠 这哥们来中国 十二生肖他都搞清楚了 你叫大米 我介绍你认识一个中国女孩16号 她的名字叫鱼米 好 你拿了一个东西我能问一个吗 今天是圣诞节 然后我想给大家一些小礼物 瑞士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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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这罐子里边 谢谢 这是我们的厨师 瑞士的特产 对 这哥们也是爱热闹的 哎呀 这儿还有一块 这是为了你 来 捡起来吃的 你吃的 别浪费 给我吧 对 给你 给你 好好好 还有别的礼物 这块是乐家 这块是乐家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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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来 来 尝一尝 好 尝一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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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我要保存着 有更多礼物 因为我告诉瑞士大使馆 我会上《非诚勿扰》 哎 没的 还告诉瑞士 你把这时候还跟瑞士大使馆说 对 因为这是 我是第一个瑞士人 然后瑞士大使馆 你是第一个瑞士在这个节目上 在《非诚勿扰》 没错 然后瑞士大使馆也有听说过《非诚勿扰》 因为他们觉得很棒 所以他们就提供一些礼物 为了你们藏卫老师 还有为了24个美女们 给我们的 这个大使馆提供了一些赞助给他 这都是瑞士的特色礼物 好吧 我先给黄老师 一个一本书 一本书 因为关于瑞士 因为你是很有学问的 我看了以后一定就更有学问了 我一定认真读 谢谢 谢谢 乐老师有吗 有有有 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位很牛 所以我给你们一个瑞士 清点特色的东西 这是一个一头牛 你那小白宝箱里还有什么 我也是一头牛 你们都是牛 确实是很有特色的 我在瑞士的时候也摆过这个 我还有一些小礼物 给台上的女孩 都是瑞士大使馆提供的 都是瑞士大使馆 好 我先代表我们栏目组 代表所有收到礼物的人 谢谢瑞士大使馆 你先去吧 你先去把东西送完 欢迎你来到瑞士二 好 你先去送完回来 我再跟你说 哎呀 那个瑞士大使馆真好 那么客气啊 赶上这个节日了 我觉得瑞士旅游局派他来 比他每年投放在中国市场的 营销费用 还有 他还有 这是开场时间最长的一个男嘉宾 没关系啊 这样 首先大家也非常感谢 我有几句话要说 希望你 希望在收看我们节目 瑞士驻华使馆的官员们 能够看到的话 我们首先表示感谢 谢谢 如果他们有这方面需要 我们愿意在2012年 我们举办一场瑞士专场 好 好 如果有这个需要 请瑞士大使馆和我们联系 好 欢迎你们来 瑞士 他都看都没看 就摁了一个数字下去 加一琴正 24位女生 对大米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5号 5号 谢谢 5号 你对她的印象 哎 男嘉宾你好 你刚刚出场的时候 然后你说你的名字叫大咪的时候 我听着发音可向河南话了 你说打咪 我听着可向河南话 我再教你说一句河南话好不好 好 你说 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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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真虫 虫 加油 加油 真虫 你知道虫是什么意思吗 不太清楚 你告诉她什么意思 先告诉她 是好意思 好 好 好 OK 虫 虫 对对对对 学得快 学得快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她的基本情况 您好 我叫大咪 我是老鼠 我喜欢这首歌 我爱你 爱着你 就像老鼠爱大咪 不管多少风雨 我都会依然陪着你 今天来 是为了找对象的 我是瑞舍人 我是去年来到上海 从哈佛上学院毕业了的 我现在在上海公司 在一个机车公司 当一个商务经理 大咪这个人啊 做事特别认真 你看为《非诚勿扰》 这个事情 他特意准备了一个表 把所有的时间 人物和具体的事情 全都记录了下来 看那导演 让他戴两件衣服 他恨不得 把整个家都搬来了 有帽子 三双鞋 一堆书 还有个小狗 我是白地茶的 你来 笑一笑 我的爱好 我特别喜欢学习中文 我觉得 学习中文很有趣 我觉得最好方法的学习 就是那种乳香随俗 所以我常常去在一些卡拉OK店 唱歌 我们瑞士人都非常喜欢巧克力 我也不例外 我上次从苏里小回来了 我带了十公斤巧克力 一个星期之内 都已经吃完了 我也可以用巧克力 做很多好的东西 比如说巧克力慕斯 巧克力蛋糕 巧克力火锅 我是找一个喜欢巧克力女孩子 因为我们可以一起吃巧克力 但是如果他不喜欢你 也是可以的 我就吃 十号 男嘉宾您好 你好 我曾经在瑞士日内工作过 所以我对瑞士这个国家很有感情 然后我也非常喜欢吃那的巧克力 非常好吃 然后还喜欢吃奶酪 但我奇怪的是 这两种都是特别让人发胖的东西 可是大多数瑞士人都像您一样很苗条 这是什么原因 一点也不胖 我们就是习惯了 从小吃了 然后我们就习惯了 然后我们再上去对吧 我们要爬上就成飞了 但是你喜欢 但是你完全不胖 所以你不要严重 谢谢 十一号 你好男嘉宾 你好 那是那么漂亮的地方 肯定有很多漂亮的姑娘 为什么你会选择在中国选择呢 有点复杂的故事就是 为了爱情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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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什么 什么叫未来情来中国 是因为 我在美国认为一个人 然后他就是中国人 所以他以后过一段之前以后 很想回来中国 那我就陪他 就是这个意思 那现在那个人呢 这个人我们和平分手了 是说是没听清楚 是说在美国认识了一个人 念书认识一个中国女孩 她就跟那个中国女孩 胡罗巴都来了中国 现在和平分手了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们 我是去年来到中国 20号 男嘉宾你好 你专门来找中国女孩吗 其他国家的女孩有没有兴趣吗 麦考林 我的时尚衣橱 上M18.com 现金红包天天送 钢钢 贴肚脐 痴痴症 血胃调节 透皮吸收 直血止痛消肿 一天贴一片 一片管一天 痴痴症 贴钢钢 应该最重要就是 每个人不一样 应该要看人 我觉得回来中国以后 我希望找到一个中国女孩子 韩国女孩 但是韩国女孩还可以 真的最重要就是 每个人不一样 视情况而定 不是说一定要找中国女孩 这些女孩来自韩国 也可以考虑 是吧 哎 好 你怎么突然紧张了 刚才上来很轻松 有 现在汗如雨下 太热 舒汗 好热 想把西装脱掉吗 可以 好 来来来 太热了 受不了了 好 谢谢 来看下一条片子 西装是那种好山好水 好无聊的这种国家 中国呢 中国就是人多吃多好快活 我刚来中国以后 我还不太会说中文 然后别人常常问我 我的爱好是什么 我就说化学 然后他们就说 你是科学者 其实我想说化学这种活动 但是我的中国还不好 然后以后我买了一个 一百五十美元的软钱 然后每天做联系 这种完全非常方便 我每天做一百五十那种联系 现在已经找过了幼儿园 和小朋友们的水平 我可以看得懂 那个西洋和灰太郎都懂 我刚来中国 我觉得你们中国人 每天三次吃热的菜 有点奇怪 因为我们在瑞士 我们每天也是吃三次菜 但是吃两次是冷的 一次是热的 冷的就是奶酪 牛奶这种类型 然后在中国我都是热的 中国人比较强调是食品文化 我们瑞士人不太强调 然后我有时候不吃午饭 然后朋友问我 你为什么不吃午饭 我就是因为晚饭很快就来了 他们有时候不太理解我 大米以前完全不理解 为什么中国人到每一个景点 都要拍照 特别是不理解 为什么我们总要这样 不过呢 他现在比我们更爱拍了 看吧 已经完全的入乡随俗了 我特别想知道一件事儿 那个好山好水好无聊 这个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讨论过 在国外的生活啊 空气很好 阳光很灿烂 风景也很好 就是生活比较枯燥 所以才有了这么一句话 还第一次听那一老外说 车多人多好快活 有些老外到中国生活 年头稍微长一点之后呢 就爱上我们这儿这个 人多车多好快活的生活了 我想知道 在你们一个老外的眼里 有哪些事情是在中国 中国人司空见惯 觉得非常正常的事情 而在老外看起来是 不可思议的事情 你给我说几件 中国发展得很快 中国发展很快 对 然后如果我们有一件事情 然后明天要做 可能在国外不能做 因为明天就是礼拜天 然后不行 还是有人休息 所以但是在中国 没有这个问题 这边不需要休息 必须做 必须做 我们觉得这个很好 你觉得中国人特别很好 都着急 他应该勤劳勇敢的中国人 他小时候念的书跟我一样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 你发现他被 他被国人的文化 其实同化了不少 他说话的时候 一直在注意这个左右的平衡 是 我也有个普通的问题 你说你特别奇怪 中国人每到一个景点 都要照相 那瑞士人 会在什么地方照相 我们也是景点照相 但是我们不是做那些 不用这样 对 我们如果有一个上 那我们就拍那个上 对吧 不用一个人再见面 你再给我说几个 生活中的这样的例子 比如像照相的手势 还有没有别的 我听到过一个说法 不知道对不对 有人跟我说全世界只有中国 或者这么说吧 你在世界各地旅游的时候 看到夏天女人打着伞 对 对 除太大只有中国女人 这个对 我也不太理解 你不理解 有人说我是为了 那我就想问 不好意思打断你 那我想问那日本人 有装备 遮阳伞 金韩纳 韩国打不打 20号 也打 也打是吧 来 这个问题就说明 这是亚洲人 我听到过一个说法 是这么解释的 说 这是西方人说的 说上帝造人的时候吧 这个非洲人 那个火大了 烤出来有点焦了 所以造西方人 欧美人的时候 火欠一点 就弄得都太不太白 没熟 所以他们要晒 要晒才能把它再烧好一点 对呀 亚洲人正好 火候正好 所以亚洲人怕晒不能晒 有没有道理啊这个 有道理的 来看第三条片子 我想找一个比较独立女性 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梦想 如果我们一起碰到的问题 可以一起处理 可以缓男女共 然后我觉得其他的东西 没有那么重要 小巧比喻 大家归宿都可以的 对于外表来讲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喜欢的 书年的就可以的 我是外国人 所以我觉得 一定要查一个 可以吃小子 也可以一起吃 哪老狗的孩子 如果有可能的话 希望找一个 家庭随亲 喜好大名 随大名 孩子 当然了 我也可以 可以原因 去老鼠 随老鼠 精品大名 开始出品 仅此一件 现实勾引 把我带走 做头 有问题 我想问一下 不说我 如果你找一个女朋友 本来不胖 但是如果吃了 跟你一起吃巧克力 或发胖了以后 你会不会喜欢她 或者不要她 如果我们一起吃巧克力 我们都已经很胖了 那就没问题 我们都是这种喜欢巧克力的 像她这种 在吃巧克力之前 就已经胖了的呢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也没有问题 好 恭喜你 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上去灭掉一盏灯回来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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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大米的心动女生是 13号 赵瑞雪 现在的局面相当有意思 一个瑞士人 在中国一档节目的舞台上 面对中日韩三国女生 你说我们的节目 是多么具有国际风范 来 继续看大屏幕上 女生有10项基本资料 你都认识吗 都认识 都认识 好 选一个吧 我想想7号 7 是否想要孩子 好 三个女生怎么说的 韩国女生说 他说想要一男一女 13号 中国女孩说 喜欢孩子也想要一男一女 23号 想要几个孩子 想要孩子可以的话 希望再婚后再添几个孩子 如果未来的丈夫 有离异经历 并带着有孩子的话 愿意共同抚养孩子 听话 来 来 来 总而言之 23号的意思是 一切随便你 好 好吧 你还可以提一个 你最关心的问题 向三个女生继续了解 我只想问一下 你们在那个 在你们的生活 为了什么事情 感到最自豪 过去的经历当中 什么事情最自豪 好 谁先回答 韩国 韩国 中国 日本 对我来说 最自豪的是 我是上大学 是在回国读的 因为是我初中高中 都在北京毕业的 然后是我想回国一些 了解一下韩国的文化 所以是我想选择了回国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最自豪的事情 谢谢 好 谢谢 13号 我最自豪的事情就是 是我的父母为我做出一些 就是非常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 为了我 所以说我身为他们的女儿 是我这一辈子最自豪的事情 好 郭腾 我最自豪的事情是 自己创业的时候 因为一个人带孩子 来中国的时候 大家都以为疯了 可是现在大家都 说我在这里做很多事情 可以做最容易有好的桥梁 也是自己有一个公司 所以这是我的自豪 好 谢谢 我倒是挺好奇 你问这个问题 但我们是不是可以问一下 您一生当中觉得 最自豪的事情是 我自己 我觉得应该就是 我17年来中国 然后自己好不容易 文化不太习惯 语言也不说 朋友没那么多 然后过了一年 现在朋友多一些 我会说一点点重文 当然有很多地方 还要继续学习 我觉得你对中国的很多事故 理解得很深刻 我觉得你在中国生活 已经非常习惯了 谢谢 你对我们的文化 包括待人接物 处事 都已经特别很中国化的内容 谢谢 希望你今后 在中国生活的愉快 谢谢 谢谢 好 你要做出最后的决定了 坚持选择13号 有可能被拒绝 你一个人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带走其中一个 你决定好了吗 我确定好了 告诉我 二十号 恭喜你们 好 直接过去 谢谢 恭喜男女嘉宾 获得了王亥云业快线 幸福牵线 提供的爱情海之旅 恭喜女嘉宾 获得了奥康奇艺 特别提供的时尚水晶鞋 作为爱情纪念 谢谢 再见 祝福你们 谢谢 谢谢 我现在感觉很开心 我本来觉得 我为了一个中国女孩 上一个节目 我还没想到 最后 我碰到了一个 韩国女孩子 可是我觉得爱情 就是可遇 不可救的事情 两个外国人 在中国见面 挺不容易的事情 然后我们两个喜欢中国 我们可以 继续见面的 我是老鼠 我是马达 虽然马的形象比老师大一些 老叔比马快一点 瑞士的大米兄 在这儿带走了韩国姑娘 挺好的 也忘记问韩国金韩娜 是数什么的了 不管数什么的吧 可能也希望 刚才我说的那件事情 如果有在瑞士的华人朋友 收看了我们节目 如果大家在这方面 有强烈的需求 可以和瑞士大使馆区的联系 我们会考虑在 如果你们有这方面需要 我们可以考虑在2012年 举办《非诚勿扰》的瑞士专场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晚上好 我叫李小熊 来自天津 今年27岁 李小熊欢迎你 看看对面24个女生 最喜欢哪一位 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 24位女生对李小熊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18号 18号 男嘉宾 你好 你是18号 他是2号 可能是因为第一感觉吧 我觉得男嘉宾可能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喜欢成熟稳重一点的男士 谢谢 我不稳重吗 他不稳重吗 对啊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喜欢就是年纪偏大一点的 因为我刚才听到男嘉宾的年龄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新上场的20号女嘉宾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敏玥 我来自山东青岛 从小到大呢 我的心动男生都只把我当妹妹 告诉我他们对我的感觉就是喜欢 而不是爱 今天呢我就带着诚意站到这里 告诉大家我是有信心 腾担一份家庭的责任的 我这身婚纱也穿出我一席 华丽丽的恨家之心 我就相信感情稳定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那我理想的男生坚禁于 就是健持玉衣那个类型的 但是对不起 我来晚了 那么希望我给大家赶快出来 哎呀 我都着急了 你早来 健持 健持玉衣来了两趟 我愿意为他变成一颗小香菇 我估计在家里看电视 健持玉衣要看的真是 要一颗炮弹一样的 就奔向你的怀抱了 好 5号 男嘉宾你好 你刚刚出来的时候说话声音 为什么那么小呢 是因为你紧张害怕不自信 还是就是你平时这样的 第一次上咱们这节目比较紧张吗 紧张是吧 我觉得你中期有点不足 然后以后你可以多练练这个 练练施吼宫什么的 就比如说你去K歌的时候 就多练那种 比如说山歌好比春江水啊 天路呀 清早高原的这样可以 你唱一句 你把那个山歌好比春江水 你吼一嗓子给我们听 可以唱吗 可以可以 长山歌也 帅 ben code 那边和 那边和 你要像我这样多练 你看我说话声音就会响亮啊 我觉得我唱《1900北京》 也还可以 来 你回应一下 你回应一下 来 来 提开一下 提开一下 来 很好 我们鼓励这样 来 不想再问你 到底在何方 这属于情歌对唱 好 我们来看他的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叫李小雄 目前在天津经营一家服装外貌公司 单身的生活还是比较单调的 目前基本上我的业余生活 就是公司 家 健身房之间 说到健身房 基本上每天不去就感觉缺点 每天基本上是器械训练 然后每周末做做瑜伽 准备今年冬天把游泳学会了 因为以前是踢球的 所以现在每周业余生活 就是约几个朋友 踢踢球 吃吃饭 还是能给单身生活 评添几份色彩 我感觉我性格还是偏稳重型的 在做人做事方面呢 应该比同龄人拿捏得要稍微好一点 在学业事业方面呢 我感觉我还是比较幸运的 应该算是百里挑一了这种幸运 就拿咱参加《非诚勿扰》节目来说吧 我那时第二天就通知我去录节目了 希望我的幸运能延续到节目现场 直到遇到我心仪的女孩并牵手成功 你好 你好 听人家说就是在健身房里嘛 经常就是 特别像你这样 很 就是人家说很闷的 那种在健身房经常会遇到美女搭讪什么的 大部分在健身房里的 就是像那种员工吧 基本上都是稍微年轻一点的 90后啊 什么之类的 我喜欢年龄差不多 或者是稍微大一点 这种稳重一点的女士 让我会稍微有一点安全感 9号 男嘉宾您好 男人在外面创业很辛苦 会遇到很多压力 相信你也是 但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 大多数男人都选择一个人 默默去承受这些压力 而不会跟身边 就是最亲近的另一半去讲 从而导致就是 双方会有很多的误会 我不知道你在生活当中是怎样的呢 因为我觉得呀 呃 在工作方面 如果是顺利的事 我觉得可以跟家里人分享 如果要是不顺利的话 还是自己承受比较好 因为毕竟是男人嘛 男人要承受的更多一点 这样 我给你介绍一下 如果场上女生 有各种各样的爱好 但是你要特别想 如果啊 我说如果你要想找一个 在足球上跟你有共同爱好的 隆重推荐二号女嘉宾 是我们这儿 大概是唯一爱踢球的吧 我这个说法没有错吧 对吧 没有开玩笑 事实上我是从高中开始 上高中开始一直有踢足球 然后一直有到最近这三年 在上NBA的时候 也一直有在踢足球 所以对着实际上运动很有感情 很有感情 好 来看下一条 可以说她的理想女生 我喜欢女孩的类型呢 是比较大气 有休养一点女孩 不太喜欢的女孩呢 是从事对抗性运动 或者偏市井一点女孩 我比较不介意自己的女朋友 拿我跟其他男士做比较 因为我自己觉得在同龄人里 应该可算是佼佼者 我觉得大部分80后的女孩呢 应该都不太擅长做饭 所以呢 我选择跟父母住楼上捞下 因为既可以蹭饭吃呢 又方便或照顾年迈的父母 但是如果住得太近的话呢 婆媳之间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矛盾 所以呢我觉得我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做婆媳之间的双面交 因为这样才是做男人之道 毕竟家和万事兴嘛 24号 你好 我看你的爱好挺广的 但是我的爱好很独特 就喜欢夏天就喜欢绣花 冬天就喜欢打毛衣 你喜欢这样吗 挺好的 那个居家的贤惠的女士非常好 谢谢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刚才说 还不喜欢要市井的 我也不大理解 你怎么判断这个女孩 她是市井之名 基本上像我们这个年龄吧 平时坐在一块儿 比如说吃个饭 就能基本上判断出来 市井我们想起来的第一本能反应是 小市民啊 俗气啊 对不对 没错 就是您说的 其实这个很多事也很难界定 我认为我们每个人 基本上都算是市民吧 有谁能说我不是市民 你不是市民 你什么 我们都是市民 那么哪些人 是适合于前面加个小字的呢 这个很难界定 恐怕很少有人自己认为 我是属于小市民 对吧 1号 男嘉宁 你好 然后你又说你喜欢大气 你看我这样的够大吧 很大气 非常大气 然后我是那种不太会 最近刚学的那个 撒娇 就是我不太会 最近刚学的 最近刚 刚灌输到我脑袋里的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撒 真的不知道怎么撒 然后就是那个 什么调逗 这个我也不会 调逗 什么调逗 拍开电视 调逗是吧 调逗 但是我就是那种 我就是想对你好 我就是 把心掏出来给你 对对 就是那种死心塌地的 对你好 就是我以前 我虽然没有太过恋爱 但是我老是暗恋别人 然后暗恋两个男生 我老是 哎哟 我想他 今天吃饭没 或者是老想就是偷偷地 给他 就是像小学生一样 我老想他 他今天不是吃饭没有 给他吃 那个 老想给他做饭吃 放个鸡蛋 或者放个面包什么 就是老是想 但是从来没有做过 但是我就想 如果遇到一个那样的人 我想会做得很好 这样子 关于撒娇这个事吧 多看看电视剧 尤其是韩剧那种 多看看 我感觉人家撒出来挺好的 我撒了多多 不不不 你千万别这么说 你没试过 你怎么知道呢 至于撒娇这个事情啊 我认为没有哪一种方式 就一定好或者一定不好 最好的要考虑的 不是那个方法 而是找到一个 最合适的 谢谢 谢谢美国老师 我以后好好修炼修炼 12号 你好 在短片里面 你有一个观点 和我妈妈一模一样 就是你希望和父母 住楼上楼下 然后我妈妈也希望 以后我组成家庭之后 最好是和我门对门 这样更近一些 然后呢 如果说你的女朋友 很爱吃零食 然后她不想一个人长胖 然后就每天在家里 她吃的时候 也胃给你吃很多 然后给你养一个 大肚子你会 OK吗 接受吗 我俩的小游戏 我俩的柔滑肌肤 强身婴儿牛奶沐浴露 含天然牛奶蛋白金滑 与多重营养 婴儿般柔滑 我俩一起拥有 太幸福了 太幸福了 下一条鞭子 我们跟小熊认识已经有十多年了 这个人吧 做事特别认真 而且做一事吧 就是有事太交正了 没错 他要是玩游戏 还打一球也特别认真 只想用不想数 输了就不保兴 还是做服装生意的 如果哪个女生跟了他 连四季穿衣服 就不用发愁了 小熊平时生活中 是一个非常懒惰的 那么一个人 在宿舍里边 也没他袜子 好一点补鞋 立在窗帮上 跟圣诞老人的血 就是一样的 所以说他这个人 巨懒惰 非常的懒惰 小熊在我面里 是三有三好一无 这么一个男人 有情商 有智商 有求商 对 没错 好修养 好性格 还有最好的身材 现在呢 他只差一个老婆 祝小熊早送贵子 赶紧告 一号还有问题吗 我想具体地了解一下 你刚刚的大气 我理解的正确吗 非常正确 你这样的女孩 非常能给男人安全感 就是为什么没有 一个人愿意 让我给他安全感 应该说我的理解是 那个属于你的人 还没有出现 好 一号刘灯表明 他愿意跟你走 如果你愿意 过去带他从这里离开 如果不愿意 表示感谢之后 你自己走 谢谢 谢谢 我觉得吧 在台上跟五号对歌的时候 那是我平常生活中的一个最贴切的一个表现 因为平常在KTV里基本上唱的就是这个 所以我今天表现出来的就是生活中真实自己 所以说也虽然牵手没成功吧 也是比较遗憾 但是也是希望吧 今后能尽快找到自己的幸福 谢谢大家 这样我先跟那个小娟说两句话 因为你才来这个节目时间不长 我想告诉你的是 你已经有过几次留灯到最后 我很欣赏你这个做法 因为爱情和幸福都是需要争取的 在你之前有过很多女孩 各式各样的各种条件的 她们也都经常做出这样的举动 一个人坚持着为男生留灯 也有过很多次被男生放弃的这个经历 但是无论经历了多少次 最后她们都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我说这个话就是鼓励你继续坚持 我也要说 我也要跟小娟说一下 刚才我没有问你 你说你有过两个暗恋的男生 你想过要为他们做什么 但是你没有做 你也没有表达 就像你还没有男孩子向你试过爱 也许有男孩子暗恋过你 只不过是因为他也很胆怯 你不知道而已 以前怎么说 以前我就是特别自卑 心里想什么 从来不敢说出来 就是今天 就是这次我站在来 《非诚勿扰》的舞台上 让我说出来 我心中变了二十多年的画 所以我觉得我这一次是打开了 我心里想什么 我就要说出来 我要做真实的自己 现场观众的掌声 就是对你最好的鼓励 好 我还有我就一直 我就真的特别感谢 就是三位老师 还有工作人员 还有就是我的姐妹们 一直给我的鼓励 真的我在心里 特别特别地感谢你们 你把现在说的话 再存一存 当你离开这个舞台的时候 把它一次说完 我给你足够的时间 好吗 各位老师 憋不住了 先说点 好 先说点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黄汉老师 孟非兄 乐嘉兄 大家好 24位美丽的嘉宾 大家辛苦了 我叫杨妃 今年32岁 来自北京 大家多多关照 杨妃 欢迎你 对 看看对面 24位女生 最喜欢哪一位 这位男嘉宾 来自百合网 哎 我能说一声吗 我真的好紧张啊 我觉得我会很紧张 但没想到会这么紧张 但是你不是我见过最紧张的 老师吗 那说明我装的还不错 你看着我 有我在 我为你保驾护航 谢谢 如果你看他看得烦了 你可以看看我 我一定会 那你先看你 而且你真的 你说你很紧张 可是你表现得非常好 说明你平常的修养很好的 对 谢谢 谢谢 24位女生 对杨妃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第一轮的这个成绩 能不能让你稍微放松一点 对 让我放松很多 因为其实我对我的形象 非常的不自信 我曾经有一次去旅游的时候 路过一个酒吧 那个酒吧里面招歌手 然后我就去试一下 我老板说 小伙子你唱得还不错 就你长了有点埋态 然后我就走了 我心说 歌是来卖唱的 不是来卖身的 你结果有埋态 我还是来这儿唱的 这真是 这真的是真是 5号 男嘉宾你好 我觉得你不用太在意你的外貌 因为就是太在意外貌的人 他只是谦虚地说了一下 他又儒雅又诚恳 哎呀 长相看上去又舒服 他就客气一下 真的是客气吗 他怎么 但是我觉得他只是中等姿色 好 我们来看看这里 大家好 我是杨飞 目前在一家企业管理咨询公司 做顾问 打个比方 如果人生病了 就会去找医生 如果一个企业有了任何问题 就会来找我们 我是一个做事认真 进化性很强的人 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给自己设定了三个愿望 我的第一个愿望 是毕业三年之内 给父母买一套房子 结果我很快就在老家买了一套 父母早在05年 就搬进去享受了 我的第二个愿望 是30岁之前在身操 最好能出国留学 结果我在读硕士的时候 去了德国做留学生 我的第三个愿望 是40岁的时候 成为一名大学老师 来 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上美学课 这个愿望吧 目前还在实现中 别觉得我这个人 太有计划就太严肃 其实我很活泼的 从高中开始 我就做了电台DJ 身边所有好朋友的婚礼 都是我亲自主持的 突然有一天发现 没什么可主持的了 大家都结婚 只剩下我自己 所以我决定奋起直追 非诚勿扰 我来了 3号 男嘉宾你好 男嘉宾这里 3号 你好 你好 我在VCR里边看见 你有三个愿望 对 所以我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也有三个愿望 好 你说 第一是希望自己结婚 OK 第二生几个小孩 OK 第三支持自己的老公 OK 谢谢 你的这三个愿望特别好 谢谢 对 刚才我的愿望 还差了一个 就是30岁之前结婚 但是真的很遗憾 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所以我来到了《非诚勿扰》 我是这样的 我就说说我自己 我一般都是把那个事 你是说你规划了很多事情 基本上都实现了 对 基本上都实现了 少数的没实现 对 我是这样的 我是把这事实现了之后 我就跟人说 那是我的计划 所有我没做成的事 都不是我的计划 这样你就会觉得 我人生 所有 对 换一个角度 世界都不一样了 16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你做事是非常有计划性的 那我听说 常听说一句话嘛 计划没有变化块 那如果你的计划 出现了变化的话 你是随机应变呢 还是说你继续坚持你的计划 我来帮你解释好了 计划没有变化块 这句话本身的发明者 就是那些喜欢变化的人发明的 在这个世界上 有另外一些性格的人 他定好了计划以后 他根本就不知道 有变化这两个字 听懂了没有 你没听懂 听懂了吗 玉米 赶紧说 乐老师 我听懂了 快说 我听懂了 乐老师 好 谢谢你 我谢谢你 好 我再补充一句 我是乐老师 说的第一种人 谢谢 好 我们赶紧看下一条片子 我欣赏的女生 希望她善良 孝顺 独立 我不在乎你之前 谈过几次恋爱 是否有婚室 或是否有孩子 只要每一段感情 都是真心付出的 不给自己留遗憾 这就足够了 往往有经历的人更知道 什么时候该珍惜 什么时候该坚持 而她就在《非诚勿扰》的这个舞台上 在《非诚勿扰》的这个舞台上 是否有婚室的 在《非诚勿扰》的这个舞台上 是否有婚室的 在《非诚勿扰》的这个舞台上 是否有婚室的 你说你不让男人做家务 我可以在别的方面做得更多 你说你的孩子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我可以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 因为我把他就打算要两个 其实一直以来 我是个挺自卑的人 所以从不轻易地做决定 但一旦做了决定 就绝不放弃 我想我已经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那个 佐藤爱 你现在有话要对他说吗 我想问很多问题 你刚才一直在出什么劳心 如果你引起到他 其中的女生是我 我怎么不叫我 佐藤你说你一大堆问题 你还可以提问 你喜欢小孩子我知道了 你想再生孩子吗 要生多少 因为我的家里是有两个孩子 我原来计划的是 我自己会生一个孩子 然后再领养一个孩子 这是我原来计划 那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有幸 走在一起的话 那就正好是完满了 你说要再生一个 他要再生一个 是的 我是这个意思 好好好 再生一个的话 你会只喜欢 两个都一样喜欢吗 当然会了 听讲 因为我有曾经去孤儿院 做义工的经历 我知道怎么样去爱孩子 好 我有了解 谢谢 你手里拿的东西是 这个玩具是我要送给 其实我是应该送给佐藤爱的 八岁的儿子的 我在想 其实佐藤爱在这个舞台上 大家都看到她是一个 事业有成的一个大女人 但是在我看来 她是装在一个很大的身体里的 一个小女孩 她同样需要爱和关爱 而这是她的一个顾虑 她的另外一个顾虑 就是她的孩子 我在想 如果我能够走进她的生活的话 我该如何地切入 那么我觉得孩子 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 这个玩具呢 是大人和孩子 都可以玩在一起的 我相信如果 我们真的可以走在一起的话 这个可以成为 我和八岁的小男孩 建立关系的一个纽带 同时我知道 你说你跟你的男人走在一起 你不会让他做一件家务 其实这个观点我是 在中国来说 我是不赞成的 我觉得爱是应该双向地来 共同地付出来 共同地建设 那我也可以通过 和你玩这个游戏 当然偶尔我会 故意地输给你 然后来分担一些家务 这是我想说的 谢谢 好了 他们两个之间问题问了不少 但是22号一直在举着手 好像你有重要的话要问 是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可以说 等一会儿 感觉到左腾要走了是吗 没有 我觉得他也喜欢这个男人 没有 我想也可能是 因为两个人身份比较接近 然后看到有这样一个 真的让人感觉很可靠的男人 来表示这么真诚的爱 他很感慨 好的 我们听您22号自己怎么说 所有的人都在关注你们俩 今后的生活 你将来以后 相处当中 如果你觉得不合适 可以分开 你可以不爱他 他也可以有权不爱你 但是你绝对不可以欺骗他 OK 我记住了 刚才你说的那些也是我的态度 谢谢 虽然你想帮助左腾爱 但是你凭什么说刚才这样的话 来伤害这位兄弟 没有 没有 没有伤害到我 我理解他 但是伤害到了我 因为我觉得他不应该说这样的话 就算他想表达对左腾爱的爱 他也不应该用这样的方法来表达 并不是你说话语气越狠 你才越爱 但我了解他 没问题 我知道 左腾爱和他未来走得如何 是他们两个自己的事情 我们每个人能赔 赔得点到为止 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让两个人拿刀剖开心腹 让对方来看 能走到一起 自然就走到一起 22号 22号 我建议你这会儿 不用说了 好吧 男嘉宾你将来想在北京 上海哪个 或者日本 美国哪里发展 我觉得这个可以商量 这是两个人的事情 不是现在做决定的事情 好 谢谢 不是现在做决定的事情 好 恭喜你 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灭掉六盏灯回来 谢谢 中文字幕从马上 下界之后 当你做决定的事情 很好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请23号 24号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杨菲的心动女生 你 我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还是接下来的事情 我们是按正常程序走呢 还是你 因为看得出来 你是为左腾爱来的 还是单独就直接听她的意见 单独听她的意见就好了 好的 来 你最后一点时间 把你要对她说的话 用最简短的话 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 最后简短地告诉她 其实在我这32年的时间中 我也是接触了一些女孩子 也是在梳理 到底什么样的女生适合我 但是我之前是从来没看过《非诚勿扰》的 真的很抱歉 从今年9月份的时候开始关注 但是当我关注到这个节目 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女嘉宾 在舞台上的时候 就坚定了我要上这舞台 来报名的这个决心 你承载了我心目中 希望女孩子的那些坚韧 勇敢 以及执着所有的这些特质 所以我这次专门为你而来 我希望 我不管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但是就像我之前为自己制定的计划一样 我是一个不希望给自己留遗憾的人 那么我做到了 而且我不知道你又没有认出来我 其实我之前有跟你发过文字的 我相信你看到了 你之所以没有对我做任何的回应 我对她的解读是 就是你希望我来到现场 来以实际行动来证明 我给你发的文字是发自内心的 好了 最后我们要问一问佐藤 你的意见是 他现在要带你走 走啊 你走吧 来 恭喜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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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想这个时候在电视机前很多人都等待了 等到了最后那个结果 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 很多人会在想有那么多人给佐藤阿姨赞美 最后也有很多观众 关注佐藤的人都会有一个疑问 谁最终会临走他 这个人现在已经出现了 所以我是最幸运的那一个 我想这个时候听听佐藤 你在临走的时候 有什么话要说 我也是一直以为没有人喜欢我 我也是跟一号说的 男人住看外貌 可惜还是有人来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坚持 加油 肯定会有面包会有的 对了 我来这里还带来了一句话 是佐藤爱的粉丝 教给我的一句日语 是 佐藤阿姨赞美 他还没听懂 他还没听懂 谁教你的这是 这是我的袁姐的老公 他从日本留学回来刚教我的 那佐藤大概听的是什么 他教你的韩语 完全 能猜出来吗 这不是日语 这是日本乡下的方言 这不是日语 好吗 那意思 你把那意思用中文说一下 就是 其实就是问好 跟说哈喽是一个意思 好元气ですか 啊呀呀呀 挺好的意思 在这么一个幸福甜蜜的时候 就说一个说哈喽 我还以为他教了你一句 我的爱至死不渝呢 他可能就会这一句 但也足以证明这个男生 没有什么的花样 所以我来到这个舞台上 我希望能够带到我的最本真 然后没有任何的修饰 然后这就是我 不管我成不成 但是这就是我 从一开始你什么男人都要 慢慢地成长 后来慢慢地也会挑 你一直到现在 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这个《非诚不扰》 陪伴你到现在 接下来的路 没有办法再继续陪伴 只能靠你们二位自己走了 一路走好 今天我相信是在 中文两个方教历史上 将会留下重要的一笔 谢谢 恭喜男女嘉宾 获得了 娃哈哈营养快线 幸福牵线 提供的爱情海之旅 恭喜女嘉宾 获得了奥康企业 特别提供的时尚水晶鞋 谢谢作为爱情纪念 真是来自日本啊 也是礼仪之邦 我这次参加这个节目 真的是没有一点的把握 我只是希望 尽量在这个舞台上 还原我本真 看看是不是可以赢得 左同爱的芳心 现在前有成功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非常激动 男嘉宾看起来很稳重 很温柔 也可以接受我的儿子 所以我觉得她很好 有时间需要内在的话 还不如去美容店 男人就是个外貌贤惠的 我来了舞台上 就几个月里面 就天天就这样的感觉 可惜 后来我就 有了这样的结果 所以希望大家 还有银浩坚子 希望她能找到 真的喜欢她的 而且她喜欢的人牵手走 大家加油 到这里 佐藤爱的《非诚勿扰之旅》 结束了 我想今天电视机前 一定有很多的男性观众感慨万千 总而言之 几家欢喜几家愁万千 千言万语会成一句话吧 祝她们幸福 她们也获得了爱心还旅游的机会 最后我也对22号说一句 我当时对你的那种表达的方式和那种情绪 和你一样也很难接受 但是刚才我是非常能理解 同时呢 我也特别赞同乐嘉老师的那句话 无论我们表达什么 并不是话说得越狠越有效的 有请下一个男嘉宾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张清格 报名的时候32岁 现在33岁 我是来自北京的湖南人 谢谢大家 欢迎你 我只要一听到来自湖南的朋友 我就特别高兴 因为我们以前来过 好几个湖南的男嘉宾 都给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 谢谢孟非老师 顺便介绍一下你的湖南老乡 黄涵老师 黄涵老师好 你好 我很敬佩您 敬佩她什么 我很喜欢你 你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虚伪 不是 是这样 她很钦佩我 就像你问的 你钦佩我什么我也不知道 那我说我很喜欢她 喜欢她什么我还也不知道 这就是乐嘉 我讨论喜欢的地方 人家说一句 对 我很喜欢你 你喜欢我什么你说 我也很敬佩乐嘉老师 你敬佩她什么 你说你敬佩她什么 有什么好敬佩的 她确实有很多值得 我比较大度 你把我的敬佩转给她吧 她这个人比较小心 你发现别人不敬佩她 她心里面就有气 开玩笑 开玩笑 好 来 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 24位女生对张清格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 20号 我要是选她当男朋友 我妈一定会觉得我缺少父爱的 19号 确实年龄差距有一点大 谢谢 你再说一遍你的年龄 报名的时候33岁 现在 报名的时候 32 现在 33岁 好点寸劲 就报名过后就 再过几天就34岁 好 来看看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叫张清格 是一名律师 律师是很强调 与人打交道的职业 由于高中年代 当任个学生会主席 同时参加个大量的学生社会活动 使我锻炼去了 效好的组织能力和沟通能力 10年来 我手机里面 乘出了1400多个电话号码 平时 有事没事 我会和他们保持必要的沟通和联系 让他们首先会成为我的朋友 必要的时候可能会成为我的客户 我认为 这是做好一个律师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 我每10年都会有一个计划 30岁的时候回头一万 除了结婚 其他的基本都实现了 恋爱和婚姻 其实是不可以计划的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会遇见爱情 所以我选择了上《非诚勿扰》 我比较认得 此前有一位嘉宾说的 不上《非诚勿扰》 或者不参与《非诚勿扰》 是有负于这个时代的 谢谢 谢谢 你最后那句话我耳熟 这句话你是在我们节目当中看到的吧 我是看到有一期节目大任的 是 狼嘉宾来了他一个领导 他的领导 当时就坐在这个位置 是这个位置 他说的 他的话你还漏了两个字 漏了一个定语 不参与《非诚勿扰》 有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我请教一下律师 我的问题是 你经常给那一千四百个号码来打电话 基本上来讲 你有没有大概统计过 你的成交率能够有多少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打过去以后 你再打一百个电话 还是不能成为客户 首先向乐嘉老师解释的是 一千四百个电话 不可能每一个都打电话 中国人强调一个礼上晚来 或者说逢年过节 你会给他一个短信 或者一个电话的这种祝福 这样的话呢 让他慢慢地加深对你的印象 然后呢 我可以理解为情感沟通 我请教一下 你在发这些短信的时候 是每一个人专门定制一条发 还是基本上 转发 群发 群发一条 新年到 全世界都一模一样的短信 但是我绝对不会抄袭 也不会转发 我觉得 我有一个媒体的朋友说个一句话 你要跟你的朋友发短信 越简单 代表你越真诚 这个里面就现在我想说的 发短信的一个礼节 一个基本的一个礼节 我也希望大家 能不能稍微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大家在日常的人际交往当中啊 并不是你拿到所有的电话号码 你都会在手机里存下 这点大家承认吧 那么所以大家 逢年过节发个短信的时候 谦虚一点 礼貌一点的姿态是 短信后面附上自己的名字 别跟他说 我经常收到一些人的短信 我看着我就想 然后 然后你说 请问阁下是谁啊 他回复 你连我都不记得了吗 11号 您好 男嘉宾 您作为一个职业的律师 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您对现在新定制的婚姻法 有何自己的见解 对于新婚姻法的司法解释 主要是 其实我跟你说 兄弟 你相信我 他根本没有兴趣 听那几个亮点的解释 他只有兴趣听你说 新婚姻法是对男人更好 还是对女人更好 就教会他 他只有兴趣听这个 人家说了 是 应该是说公婆笑 孕妇又 孕妇又笑公婆哭 有这么一个说话 就是说 对于男方和女方 可能新婚姻法的出道 某种意义上说 更强调了这种男女平等 或者说 女方 经济应该更加的独立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 应该是这样的 其实只是对少数 极少数 别有用心的人 有约束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 可以这么理解 好 来看他一 我们来了解一下 男嘉宾的情感经历 我有几段感情经历 其实有一段是这样的 男女好 对吧 小张 我们家女儿可是想说行的 一个月要两千多块钱的保母费 你们结了婚 你可待得起吗 阿姨 我还有点事 我就先走了哈 我还有一段感情是这样的 小丽 这不是小丽吗 干嘛 她是谁 我是谁 我是她男朋友 我也是她男朋友 小丽 你怎么在这 你就是谁 我是谁 我小丽男朋友 看 我就是这样莫名其妙地 变成那个被骑着找马的女 选择一个人 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而我的理想不生 我想用三句话 十二个字来开口 精神富有 食尚健康 娴熟 端庄 如果对方是一个女强人 或者女企业家 那可能得免谈了 因为他们会给你一种 天然的压力和拘束 谢谢 谢谢 我觉得这堂团是 人生当中的经历 是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 相亲交友的方式 但是呢 很礼貌地告诉您 也不是唯一的方式 您说呢 那当然 但是我觉得 起码这种方式 比那个坐在几分钟 发现又来一个小丽啊 过来又来一个小丽 这不是真的是 但是人生当中经历 嗯 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再见 上场女嘉宾之所以灭灯的原因呢 可能因为是觉得 我的长相有点老 但是呢 我的心态还算是 还算是很年轻的 我觉得两个人交往当中呢 这个相貌和年龄 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两个人 首先应当有这种 基本相似的人生价值取向 或者叫 有这种人生价值取向 或者说 然后呢 有真诚 富翔先生良好的沟通 这才是最重要的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台上的24位女嘉宾 你们好 乐嘉老师好 黄菡老师好 主持人您好 我在高中同学的强烈推荐下 带着100%的诚意 来到《非诚勿扰》的这个舞台 大家好 我叫姜薇 今年27岁 来自北京 姜薇欢迎你 主持人您好 看看对面24个女生 最喜欢哪一位 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 24位女生 对姜薇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 7号 男嘉宾 你是 你是不是刚才那个天津那个肌肉男 然后换了一身衣服上来 什么意思 没有吧 我们俩其实刚才后台有人说长得比较像 但是我并没有 风格上是有一点 是有点 超像 新上场的23号女嘉宾 得个主要介绍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靳秀萍 今年26岁 来自辽阳 目前呢 我就职于联阳市的一家国企 主要从事的工作呢 是火药炸药的生产研发工作 大家不用害怕与惊讶 虽然呢 我每天在跟炸药打交道 但是我的性格还是蛮温柔的 当然了 即便是遇到非常生气的事情呢 我也不会像炸药那样瞬间爆发 这个职业我们以前没有来过啊 您能不能稍微用浅显一点的话 比较形象的话 让我们了解一下您研究的那个领域 就是你这个研究出来可以干什么用 直接一句话就可以了 就是吧 这样 那就是我现在研发的方向呢 大家知道那个勒扣饭盒吧 就是大概这么大的 饭盒 饭盒 你看这个比方我们懂 饭盒很形象 都见过 饭盒怎么了 一饭盒你研究的东西 然后呢 如果我放在这个高度 一扔 我觉得这个演播艇 可能就没有了 一饭盒 对对对 大概就是我现在在那个高度 一扔 没有了 以后你每次入场的时候 保安都会看见那带着饭盒 我们来看他的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叫姜薇 目前在一家核资企业 担任结构工程师一致 可能大家接触到结构工程师 这个词 大多数可能来源于 一部叫《越狱》的美剧 那个男主角 Michael Scofield 他就是做这样的职业 但是其实 也没有那么神奇 我也不会越狱 我呢 主要是跟大型的电厂 重钢结构的设计有关系 如果台上的女嘉宾指望 我能为你们设计一所房子 那可能你们要大失所望了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这个职业的人 都是那种非常古板 然后戴着一个厚片的眼镜那样子的印象 其实我们这些人在工作当中 都会有一些疯狂的想法 就比如在办公室 吃着火锅唱着歌 又一边画着图纸的生活 唉 那种工作生活是多么的美好啊 可惜领导不会允许 我倡导的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 并不会因为忙碌的工作 而想害掉自己的身体 像现在我每周都会踢一次球游一次泳 而且每个月基本都会和我的哥们一起到京郊游玩一圈 像一般找不到他们的时候呢 我就会骑着自行车沿着北京的城区走一走 这样既达到了锻炼的目的 又放松了我的心情 11号 男嘉宾你是 我刚刚在看VCR你是那个结构工程师 对 那对这个数字啊各方面呢 是要要求的特别的精细 那你是不是对女朋友也特别有耐心细心呢 好 就是追女生的方面 我不会追女生 你不什么 我不会追女生 不 不是不会去追女生 是他不知道 他这个不会是不知道怎么追 对吧 是意思吧 对 来这培训 别废 10号 您好 您好 我记得您刚才短片里面说 您也有一颗疯狂的心 是吗 是的 可是您都不会追女生 那您能讲讲您做过的最疯狂的一件事是什么吗 大学期间就是为了好哥们看似不重要的一个网游的账号 将近七天没有合眼 七天没有合眼 不会死掉啊 每天基本就是一两个小时没有呢 然后有时候睁着眼睛就直着就睡着了 但是也会马上被叫起来 好 我们来看他下一条片子 我做事和做人呢 有一个很很重要的大原则 那就是与伦为善 绝对和从来没有做过 为了达到自己目的而伤害别人的事 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 我的良心会很不安 当发生利益有冲突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情对我没有很大的影响 我更愿意选择让步 自己曾经无数次的做过这样一件事 就是在下班很晚回家的路上 然后我看到卖一些小东西的那些商贩们 他们很晚了还在那里坚持 也可能一件东西就几块钱 但是如果我买了 就能够让他早点回家 少收一些洞 那么我即使这样东西没用的话 我可能也会把它买下来 我其实是一个家庭观比较重的人 四年毅力的大别生活 给我的感觉就是两个字 想家 并不是说我离不开父母 只不过我觉得亲人 在我的心目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一家人 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在一起 你的工作 你的任何的东西 都不能违反这个前提 所以父母在不缘由 13号 男嘉宾 我看VCR 你很那个听您说 你很爱你的父母 是的 我来也很尊重你父母的意见吗 如果说你的父母不喜欢你的女朋友 你怎么办 之前我谈过一段将近七年的感情 然后其实我父母一直不太支持我和他在一起 可能有一些各种原因吧 但是我所做的就是 在知道他们的态度以后 坚持了四年直到另外一个男生的出现 我爸爸其实已经 那男嘉宾 那我问一下 那你是不是等于把你自己女朋友 拱手让给别人了 你还在等 等那个男人 我也是这个地方没听明白 你解释一下 对 是这个意思 那个男生是一个有女朋友的男生 他可能怀着一些其他目的 跟他去交往吧 那你忍心把你的女朋友相爱情 对啊 这我就更奇怪了 这个时候 是他的女朋友 遇情远恋吗 我在感情上 接受不了任何的瑕疵 一丁点都不可以 关键是我们没明白 我们没明白的地方是 明白了 明白了 他谈到前面四年 虽然他把他妈反对 但是他不想伤害女朋友 继续在谈 后来分开的原因是 那个女孩 有了认识另外一个男孩 但现在的问题是 那个男的 来认识你这个女朋友的时候 是别有用心心怀叵测的 对不对 然后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说 你明明知道那个男的 别有用心心怀叵测 是一个坏人 要来追你的女朋友 那你为什么不挺身而出 拯救你女朋友 出水火之中 你的答案是说 因为他心里面已经动心了 有了瑕疵了 后悲而事我还没有讲 我之后所做的事情 就是把这个男生 所有一切的东西 全部展示给我的女朋友 然后我独自离开 我最后一次保护她 我觉得你女朋友好伤心啊 她的伤心不是说你抛弃她 是觉得你没有最后真正的 对 就是当我犯了错误的时候 你并没有以你宽容的心态 来帮助我 你以为你在帮助我 像那个男人 你展示了那个男人的坏以后 然后你一转头走掉了 其实还是满足了你的欲望 愿望没有满足她 其实这个里边多少让那个女孩 会感觉到一点叫嫌弃的东西 你有发现吗 可能我是没有带给她一种安全感 好的 我们看下一条片子 我只谈过一次恋爱 横跨了整个我的大学时期 因为另外一个男人的出现 最终导致了分手 在我心目当中 感情是一件很神圣的东西 揉不得半点的沙子 如果我认定了一个人 我给你的承诺就是一辈子 我心目当中的理想女生呢 希望你是一个懂的 并且理解我这样生活态度的一个人 什么样的条件 就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享受我们自己简单的幸福 你会是这样一个人吗 5号还有问题吗 没有 我就是非常欣赏 男人就是善良孝顺 然后顾家庭 然后另外我对 我觉得我们俩很多相似的观点 就是我对待感情有 也是眼里容不得一笔沙子的那种 留不留灯是我的事情 他选不选我是他的事情 好的 恭喜你 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有请1号 5号 我们来看姜薇的心动女生是13号 赵瑞雪 看大屏幕上三个女生的十项基本资料 我让你选一项继续了解 第10项 最不能忍受男性的缺点是 来看一看三个女生的回答 1号 讨厌人品不好 斤斤计较 没有爱心 夸夸其谈 虚荣的男生 13号 讨厌表里不依 不真实的伪君子 还讨厌不注重个人卫生的男生 5号 讨厌生理心理不健康 相对感情不专一素质低肤浅的男生 生理心理都不健康 哪找这样子 你还可以提一个 你更关心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三位 就是如果假如你是我的女朋友 在咱们意见有分歧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一些理由吧 就对这件事的看法 可能比你实施起来更要可行一些 你是否还会坚持自己的一些意见呢 从左边开始吧 按照如果你说的那种情况发生的话 那么我想过之后 我觉得我会尊重你的选择 谁对 听谁的 好 谢谢 13号 谁的可行度高 我就听谁的 我会妥协 1号 虽然说我有的时候也是有自己的主见 但是如果说你的那个意见会更好的话 我会听进去的 好的 谢谢 谢谢 好了 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坚持选择心动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 你一个人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你可以带走一个 你的决定是 心动女生 好 两位女生请回 往前走几步 最后的时间争取一下 你好 我是一个很真诚的人 走到这里 希望大家给彼此一个机会 我并不是说不会为自己 一些坚持的东西去放弃自己的女朋友 只不过如果要是让我认定了你 你对我是真心的没有感情上的瑕疵 那任何情况 都分开不了 咱们两个人 13号 我曾经在感情上受过严重的伤害 其实我特别 站在这个舞台的时候 跟自己说 赵尔雪你要相信爱情 这个世界上是有真爱的 但是说 我刚才问问你那个问题 我说相恋七年的恋人 你竟然能因为 对 因为另外一个男生介入你 你放弃了 不管是怎么样 你放弃了 你这个 你的决定让我没有办法 去尝试 不好意思 谢谢 没遗憾 再见 谢谢我的老师 今天没有牵手真的很遗憾 我呢 我也希望 我也希望 大家同样和我一样 感情受过伤害的人 或者单身的朋友们 也不要停止追寻自己幸福的脚步 我之所以坚持自己的心动女生 是因为我在感情这件事情上 比较坚持自己的第一感觉 然后在此呢 我也想感谢一下二位给我留灯的女生 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 能够早日找到处于自己的幸福 观众朋友如果想了解我们24位女嘉宾的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恭喜也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各位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期再见